好,來,幫我介紹一下吧 好,那我們的ARD這個模式呢 是透過方向盤的快播鍵去操作它的選擇 那你可以選擇它的高度,選擇它的模式 那現在看到的是一般模式 那在一般模式下 在一般模式下呢,是可以看到油耗 那剛剛因為剛剛有人把車尾門打開 所以它的那個四個門跟車尾門如果被開啟的話 也會在這個地方去做顯示 那這邊是可以做高度的調整 因為駕駛者會有不同的身高 那在座椅調整好之後 那也可以透過ARD去選擇它的高低調整 好,那它有幾種模式可以切換? 我們總共有三種模式 就是在一般模式,那簡易模式 還有智能模式 那會滿足不同駕駛者它的需求 因為有些駕駛者可能喜歡只看到時數跟轉數 那它就可以在簡易模式下 還有檔位 對,還有檔位 那如果想要看到更多豐富的資訊的話 就可以選一般模式 那它會顯示它的轉數 那在自然模式下 如果配合有BSD的車型 那它可以在打方向震的時候 會在上面也會顯示說 現在車輛的位置 比如說左方有來車 它就會在左側旁邊 可以看到一個橘色的黃玉 那就會知道車輛來臨的方向 那如果在倒車的時候 它會有什麼作用嗎 倒車主要顯示的畫面 會是在我們的中置儀表這一邊 喔中置儀表 對對對 那這裡可以做樣多的調整 OKOK 那您可以順便 這個是智能模式 那它是一個圈圈 那就像我剛剛講的 它如果有 假設我們 車輛來打方向震的狀態下 因為現在是在室內的部分 如果是在室外的話 它會在圓圈圈那邊去顯示 就是它的那個車輛的位置這樣 再過一些小巷子特別好用 對 那它也可以再 就是調整你要的顏色 對 那如果是 比如說在這車上播歌曲 在上面會顯示還是在 右邊大螢幕 主要是在大螢幕這邊 OK 對 那地圖呢 地圖比如說導航方向 如果有配備導航的話 那我們ARD也會顯示 簡易的導航的指標 比較完整的圖子 會是在中置螢幕上顯示 但是在簡易的指標 比如說 比如五百公尺要左轉的路口 像這種比較及時的資訊 就會在ARD上面做顯示 但是導航是 就是要另外做選配這樣子 OKOK 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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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